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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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当时是12月来的 已经是冬令时间 但又恢复下令时间 除此之外 港英政府同时实施灯火管制 包括限制店铺开灯 因而对当时的相反来说 亦都影响很大 因为所有那些厨窗 装饰灯都不准着 变成很多人就用手电筒来照亮 尤其是那些买金银首饰 整条尼敦道 甚至去到旺角那里 都是一片暗淡的 当时1973年经过股市大跌 亦都加上这样 当时市面一片凄凉 去到70年代尾 社会开始讨论 未来是否应该继续下令时间 当时社会有声音认为 措施影响民生 但亦都有商界人士认为 下令时间对经济有好处 下令时间就等于带来香港 额外一个小时的黄金时间 到1977年 立法局通过动议 规定香港全年采用格林威治时间 加8小时的时间制度 亦都即是标准时间 不再实施下令时间 不过1979年再爆发石油危机 香港又要实施下令时间半年 到80年之后 才再没有下令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